不一樣的 那我這個tree可不可以先把一些某些有必要的東西先把它給串起來 我就是有相關的東西或甚至像騙女的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它串起來 最後我在最上面的時候我才產生一個output 那我認為經過我有意義、有結構化的tree 讓一些必要東西先串起來以後 它這樣子的東西是會比較正確的 那當然就是說它除了這個以外 它事實上它是一個recurrent network的一個generalize 假設你就是你x1進來,x2再進來,x3再進來,x4再進來 這個也是一種recursive network 但事實上這樣子就是rn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架構 那實際上在做就是怎麼樣去切這個數的時候 它事實上並不是說這是random去切 它是有一個叫做類似像syntax parsing 最近剛好看到有什麼transition-based的parsing 就是你怎麼去切一個句子 怎麼去把它切 這個是在那個,如果大家可以去看那個Standful最近的 CS24n的那個nlp 它裡面有提到就是整 這個是傳統主詞這樣切,它有不一樣的切法 它切完以後你就可以 這兩個東西可以先 就透過就是先把它就是結合起來 這個東西再上來,這個東西再上來 然後最後產生一個offer這樣 這樣東西它說也可以用在一個image的parsing 譬如說你做影像的sigmentation 它裡面你也要做怎麼去切它 就是整個影像的周邊你怎麼去切它這樣 OK,然後當然說你除了一層以外 你也可以很多層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hidden unit 可能再加一個 或者hidden unit 譬如說hidden unit 你要做recurrent的時候 你先跑去一個mlp 或者跑去一個multi-layer的一個network 去做perception 跑完以後再回來再做recurrent 或者是把這兩個東西再串起來 有一篇paper 它有提到就是說 這樣子的 你要怎麼讓它去deep 它裡面有提到了很多種東西 那基本上不外乎就input to hidden hidden to hidden hidden to output 基本上不外乎這三個東西 但是它有很多種的變形 那有 我可能忘了把那個paper再放進來 我到時候再補一下好了 OK,好 前面是整個就是veris type 跟整個rn的一個背景 那要休息一下嗎 還是繼續 如果繼續的話 可以嗎 大家還沒有lows or not 我就這邊會有一點點的數學 會比較exciting一點 請問一下 你剛才說那個rn可以跟cnn 是只有再把directional那個case可以 是不是 它提到當然是這一篇也是一篇paper 它是提到就是 它當然不是完全的等降 它只是說 我用這樣的方法 然後我train出來 你看我train出來跟cnn差不多 performance差不多 這個也是一種發表論文的一種 但是實際上的例子 實際上案例裡面 這樣的train有沒有比較好 我沒有覺得比較好 但是 你知道說 Tim哥也是一個很奇怪 就是說 有時候你要很奇怪的 因為你要想一些很奇怪的接法 什麼東西去接在你 什麼東西去接在你 有時候你會需要一些很奇怪的idea 對吧 就是你常常不會 就是很正規正局的東西 有時候理論上證明出來 正規正局的東西 不一定會得到很好的答案 有時候 所以它會是 所以我只要一直講 它是一個很經驗值的 很經驗值的一個科學這樣 有時候你需要一些 當你覺得用這個方法不行 用那個方法不行 你搞不好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搞不好你就產生一個很好的答案 另外再請問 翻例跟語音辨識 是不是翻例要用到比較複雜的演算法 就是這兩個問題是不是 有複雜度的差別 還是完全也一樣複雜的這樣子 語音辨識講的是語音翻譯嗎 還是語音 就是這樣子 就單純的語音辨識這樣 就語音辨文字 其實兩個都很複雜 兩個都很複雜 基本上一定是的 因為這個都不是 這個譬如說 我所 Google最近當然就是它把 Deep Learning就是 Secrets to Secrets 它整個翻譯 就是整個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那語音的話就是 譬如我所知道的是 之前是Andrew Ng 就是那個Stanford 那個Machine Learning就是 有那個Dutorial 它不是去了百度嗎 最近才剛走 它在百度的時候 據說 我覺得它的功勞很大 就是它把語音辨識的正確率 從應該是93到96或97 但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說 你知道像我用iPhone的C 我就很討厭 我不會去用它 因為它的辨識率 你要到譬如96或97以後 它才是一個人的辨識等級的時候 你就會完全的依賴它 但是如果你是96、97 可能低於1%或低於2% 你就會發現你實用的人非常少 它是一個 它是一種很奇怪 就是很 就像你手寫辨識也是一樣 就是 它就是 你就是要達到那個 跟人辨識的門檻一樣高的那個地方以後 你會發現整個 所以你看 就是你在祖國 你看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 你看到很少人是在打字的 不管他在做什麼動作這樣子 他基本上他通常是拿著 OK 好 OK嗎 好 那我們 我們講完就是 就是 RNN的training以後 我們再休息 好的 就是 我們先把一些符號再 復習一次 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recurrent 就是 我在這 Time step T 的時候 我的Input是 X還有上一個 Hidden Unit Hidden Unit 透過 W 這個 Web Matrix 然後透過一個 U 這個 Web Matrix 產生出來 我可能叫做A A經過一個 Eccubation 一般都是 Tangent Hyperbolic 然後得到是 H H再透過一個 Web Matrix V 加上一個Bias 得到一個 Output O O的話 有Song Max 這個 function以後 得到一個 Y-hat T OK 好 我們先來看 就是 Loss Function 是什麼 Loss Function 每個時間點 都會有一個 因為 Output 它透過Song Max 會有一個 Y-hat Y-hat 跟Y 然後做一個 比對 一般比對 當然就是 Negative Likelihood 或者是 Cross Entropy 這樣子的一個 Function 來做一個 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因為它的每個時間點 可能都有 所以我可能就是把它 SumM起來 就是它的 L這樣 那在整個剛剛的式子裡面 我其中最重要 我的 Neural Network 我能夠Learn 就是說我的 Parameter 我能夠去Update 它才能夠Learn Parameter Update 就是透過Gradient Design的方法 來做Update 所以我要知道就是 每一個V 這個是BIOS V和C 然後Matrix W 我要怎麼去Update它 Gradient 就表示說 它這個東西 Loss Function 對它的Gradient 我要怎樣做 那這樣做我才知道 要怎樣去做Update 這個Loss Function 就是指兩個的差異 就是Model 跟預設的 是那個意思 對 你可以這樣講 沒錯 你可以一般很多時候 大部分都是 在之前可能都是什麼 就是 Mine Square Error 那可能在 Regression的時候 我們會用 Mine Square Error 但是我們在做 Classify的時候 就是說判斷它是A還是B的時候 一般不會用 Mine Square Error 我們會用 Cross Entropy 主要原因是在說 譬如說你有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假設你猜 假設你的真正的類別是1 你猜3跟猜5 猜3有沒有比較好 在Mine Square Error 你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3跟1 比較近 5跟1比較遠 事實上你基本上通通是錯的 你猜3跟猜5 基本上是一樣的錯 你沒有說錯的比較少 這樣子 所以你不能用 Mine Square Error 所以要用這個東西 這樣子 OK 那這個Loss Function 在Train的階段 跟在預測的階段 用的是同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預測就不用Loss Function 因為你Train完以後 你的Model 你的參數都已經好了 預測的時候 你就是把東西丟進去 讓它跑什麼東西出來 就是 所以預測的時候 不需要再算這個Loss Function 不用 不用 OK嗎 OK 我們就再 向下走 OK 好 那在這個裡面有兩個問題 我們要知道就是 假設我們最想 我最想算的是 W這個 這個 這個參數怎麼做 update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哪一個Loss Function 會被W所影響 看W W在每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recurrent 所以你看 在每一個時間點 通通有 然後L 假設我們是要算這個LT 它會被哪一個W所影響 但是LT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它會被HT 所影響 因為它始終產生 它好像也被前面這個東西 T-1 這個東西 所影響 好像也被前一個 所以這個W它不會影響 這個W它不會影響 但是好像這個W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 所以你這樣 以這樣的東西 你在updateW的時候 你就奇怪 到底應該怎麼樣做update這樣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W的dim應該是什麼 假設我們X是dim是n HiddenUnion Dimension是n AlphaUnion Dimension是L 它W的dim是什麼 它基本上它就是 你知道它是從這個到這個 MXN的一個dimension 那知道這個dimension會讓我們有一個好處 就是到時候你在算的時候 在結的時候會有一個 請講 就是你知道你有沒有跑掉 或者是你有沒有迷路了這樣 請問W就是一開始講那個transformation 對不對 一個方式 一個方式 轉換了對不對 轉換了一個邪律加什麼 轉換過去的值對不對 Wweight Hidden layer Wweight Hidden layer Wweight 那你是不是 你這個有幾層 就代表它有幾個hidden layer 是這個意思嗎 有幾層 表示我有幾個timestay 你也可以代表是它有幾個hidden layer 也可以 對 那你剛才這個第一個問題問的是說 上面的L 你有Lt-dt-dt-dt-e 你是說哪一個w會影響到 對 對 那所以會有couple的關係 比方說Lt-dt是被同時三個影響 對 這個就是很重要 就是在RN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它叫做backprop through time 為什麼它要所謂的through time這個東西 因為我一開始我對 他為什麼要through time 跟time只有los function跟time有關係 後來我後來了解之後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就是 其實是因為w它在每個時間點 它的metric它是share 它permitted它是share 它share的時候 你在做update的時候 你就不能考慮只有單一個時間點 要考慮很多的一個時間點 我等一下會再用另外一個符號 讓大家可以更有一點點的感覺這樣 那基本上剛剛講就是一個share and well 是一個最重要 因為它share and well 所以你要去update它的時候 你的考慮就是 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一個loss的 的一個考慮 你要考慮到不同時間點的loss 然後OK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個lt加1 它的如果產生一個gradient的時候 它的跑它是這樣跑下來 然後它也會往這個地方跑 經過的所有它經過的地方 它的就是都是gradient 都需要做update 好這邊有個東西就是把它展開 然後大家可能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就是說 這邊是 反正就是依據那個李鵬玉老師 他通常比較喜歡用的一個定義方法 他通常我們來定wij 我們要怎麼定義它 就是說 因為我是w是透過從ht-1線到a 那我們就是說 在前面的這個layer的d j一個unit 到a這個地方d i一個unit的時候 我是連起來的地方叫做wij OK 所以ait就會有一個summationwij 這個summation overj這樣子 hj t-1 OK 請問這張圖那個finegradient 是指哪一個動作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找的 對對對 那請問你上一張講的那個sharing weight 跟一般他們講的sharing parameter 是 一樣的意思 對 所以只有在rnN的時候才會用到 CNN又有用到 CNN又到 但CNN用到它就不是 Konstant 它是 但是那個window 對不對會一直跑 對 它就window同樣的一個parameter 就是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一直跑一直跑這樣 好 一個可知是說 每個w完全一模一樣 每個u也都完全不一樣 對 每個V也都完全一模一樣 每一層的W都一模一樣 通常你在Fit Forward它每一層都不一樣 但是這邊是每一層都一樣 一樣有好處它你Parameter變少 但是你就不好Chain 你到底要怎麼去Update它 你在不同 你有很多的就是 所以這邊為什麼叫做Back Prompt Through Time 為什麼要加上Through Time這個東西 就是說既然它一樣每層都一樣 那一樣在弄那麼多層的目的是什麼 它其實一開始它其實只是同一個東西 然後因為是時間點 然後我說我們把它展開 對 所以看起來是很多層這樣 因為它有不同的時間嘛 對 請問一下 對 就像這個ParameterSharing 就是說它ParameterSharing是因為它要 其實Trade它的Feature其實是跟位置沒有關係嗎 那在RN裡面它的ParameterSharing 它是基於什麼樣的假設去做ParameterSharing 就是說我希望我找到的這個東西 是跟Docation是沒有關係的 對跟Timestep是沒有關係 Docation也可以就是譬如說那個句子 你句子來講就是它的位置 那你就是以這個網路來講就是它的time step 那它是有點像類似奇人師說的 它是等於說它是有一點像是 認某一種句子裡面的feature嗎 對 是的 它基本上 怎麼講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SharingParameter這個概念跟CNN的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你看CNN它在SharingParameter 但是它offer出來的東西其實都只有周邊而已 譬如說我一個330的時候 我只看它330這個裡面有沒有我想要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age 一個一點點的age 對吧 比如剛剛的例子它不是有提個什麼 2009 你出的時候是9 前面排到後面 其實整句意思是一模一樣 所以它基於這個假設它不會因為不同的location不一樣 那AAN基本上它的model是盡量能夠越簡單越好 所以它這在發展的初期 就假定在每一個time step 它的weight基本上是不變的 當然你也可以讓它可以變 但是整個model都變得很複雜 compacity都變得很高 所以後來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上 簡化成這樣的一個假設 那它跟CNN不一樣 CNN它是從Vision這邊的neural science 得到一些啟發 然後才有那個kernel window 這樣share的概念 但是法案基本上是一個top of concept 它不是從neural science 得到一個實際上這樣綿的 它是實際上brain裡面也有recurrent的設計 但是它不像這樣這麼的簡化 很簡單的就這樣子 一個一個一個叫eqa 它其實是連來連續相當複雜 那RN它在從發展的初期 它基本上就變成自己形成一套 一個engineering model 它自己在這透過不斷的一些新的概念引進來 然後去簡化這個模型 然後fine tune 待會兒會講DM 那它也是因為看到一些問題 然後它就想要這樣子做做可不可以walk 所以這些東西它比較沒有一些很real的foundation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說你CNN你先把它想第一層就好了 你不要去想很多層 你想一層 CNN一層的時候 它比如說你的科隆是330 你認出來的東西 其實看它有沒有一個age 或者一個什麼東西 你還是沒辦法看出來就是 CNN你只有到譬如說你是很多layer的以後 你才那個人的形象才比較有可能產生出來 那你的問題應該是說 假設譬如說CNN我有很多layer 我可不可以認到同樣跟RN同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可能 但是我這邊因為 因為我在看那個NLP 我沒有看到但是它最後它 一開始它先用RN 最後它有些部分它也會用CNN出來做 因為我沒有看到所以不敢game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用很多層的CNN 事實上maybe也有可能把某一些的long term的dependency 有可能去把它串在一起 但這邊到底performance是怎樣 我不太敢講這樣 好 我們繼續 OK 好 因為我剛剛在上一頁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因為是parameter sharing 然後這個這邊產生的一個loss function 而且假設它有一個gradient的時候 到底要update哪一個w 對我來講是一個困擾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apply一個dami的一個variable 叫做t 叫做時間點t這樣子 在w上面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這個wt我就講的 就是指這個東西 那它講的時候 它lt過來影響可能就是wt或者wt 或者是wt以前的w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比較辛苦在講 我們到底是在講哪一個 到時候我們這邊 假設gradientwt找到以後 我們再把它整個上起來 那就可以了 我們就這個t 這個dami variable 我們就可以把它封掉 所以我們要updateparameter 基本上在書本上 它的equation是10.26 這個符號看起來有點恐怕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基本上就是loss function對w w因為它是一個matrix 就是每一個element 對w每個element 我去算它的gradient 然後因為我剛剛講說wt apply一個時間點t 這樣子當作一個dami的一個variable 最後把它上起來 然後它課本跟我們講說 它公式應該會是這樣子 這個diagonal是一個diagonal matrix 裡面的每一個element 是1-ht 這應該是第一個的話 它是indexe 然後這一個就是loss function對ht 這個hidden unit的一個gradient 然後ht-1的一個transforce 書上跟我們講說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它這個式子呢 基本上第一項 這個我們在那個forward pass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算出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forward pass 第三項我們也可以得到 因為你在算的時候 你透過它的那個matrix的詳程 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我們所需要算的是第二項 第二項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需要做的是 先算第二項到底什麼算出來 然後我們證明這個東西 證明完了以後 這個是w我們就知道怎麼去update 那這個w matrix 其實它基本上 因為它就是一個matrix 到時候 會把它element就是展開 我們不會再推倒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反正大家就是跟緊 然後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事實上 並沒有這麼難這樣 最後會得到就是 就是w ij等到那些 一件 eta的一個gradient 那有了上面這個東西 以後其他你update u1 update v update v update c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一個東西 在這邊做一個基本的就是說 tg hyperbolic x它的尾分是什麼 它的尾分就是一件tg hyperbolic x的平方 OK好這邊就是大家可以 因為我本來好像另外也有寫 但是我好像把它刪掉就是 OK好 我們要看這個 我們剛剛說我們要先算這個東西 就是loss function 對hidden unit的一個尾分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partial l over partial ht 這樣子 那因為ht它有很多的timestate 它對loss function的這個t 以及t每個t加1後面它都會有影響 那這樣我們不好算 那我們先說好 那我們先就最後一個timestate 假設最後一個timestate叫做tg 這個符號就是這個叫做tg這個符號 那我們先算這個tg對這個loss function 它的尾分是什麼 然後這邊是我們本來的一個式子這樣 所以我們要算loss function 對hidden unit tau這個的一個尾分 那基本上這個長什麼 其實這個泥巴長出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vector 就是每一個h1 就是partial l over partial h1 tau這樣 你們在學校講的是partial還是用wrong 你們是用partial 不過以前都是用wrong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vector 那沒關係我們把其中的一個element 拿出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這個element看一下 事實上這個element我們知道說 o它這個東西基本上是summation j vi j h j t 然後假設hi的話 我們要把它用就是o帶進去的時候 因為hi對每一個o都會有影響 所以經過train rule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給所有東西就是上起來 知道嗎 train rule 譬如說你可以跑這條路 跑第二條路 跑第三條路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把它給上起來這樣 那在這個lost function對o j t 這個是什麼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會來看 我們先看o j t對h i t 的這個尾分是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就是說 o j 基本上就是它這個的一個summ summ以後 然後hi對它作為尾分 其實summ它就是一個 本來是說如果是dj一個unit 跑到di一個unit它是vij 它現在掉過來是di一個unit 跑到dj的話就是vji 所以它會變成就是lost function vji vji基本上就是vij的一個transpose 所以你這邊 這個等於是di一個road summation出來 你看它展開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v的transpose 這個matrix的di一個road 去乘以這個lost function對output的一個gradient 這邊 ok嗎?ok好 那這樣子其實它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di一個color v 就是di一個road的vt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個partial l over hidden unit tau 它基本上就是v的transpose 然後dose function tau對over t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 ok嗎? 所以這個基本上 所以這個time step是t等於t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你如果在一般的書裡面 你其量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東西唯分就是y hat t-yt 因為它寫1 基本上因為y是一個white hat lecture 很多地方都是0 只有一個地方是只有1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這樣寫 那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推導我在下一頁有 不過我有一點不是很想講 因為這個東西一般你google在所有的課程裡面 tutorial裡面 基本上你都會看到整個這個的一個推導 甚至有把那個就是你要怎麼去看 就是在哪裡有答案都是跟大家講 所以這邊就是lose function對ot的整個維合 基本上就是y hat t-yt 這個東西你在寫程式的時候是很重要 因為你很多你在做 這個就是你output的一個delta 你這時候你要做backproud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從這邊推導回去 ok好 所以我們剛 對不起 剛我們做的是最後一個layer的lose function the hidden unit的一個微分 那我們假設 假設說我們已經有最後一個layer 那假設是t是小於t的時候 假設是在這個layer 那它對lose function的微分是什麼 那我們知道是說 它的影響除了對上面以外 它對下一層 它會透過下一層 它會透過下一層對lose function 對lose function去產生影響 所以 ok好 這邊的話就是lose function對h的t 對h的t 它基本上就是 除了對直接output以外 這個東西我們剛有推倒過 然後它也會透過下一層的hidden unit 去對lose function產生影響 那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證明過 是一個vtranspose 就是lose function over outputt 那我們現在來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基本上它是一個matrix 它基本上是一個jacobean matrix 那也沒關係 這個是一個matrix 說我們把它抓出來看一下它是什麼 那第i個rode 第j個element 基本上它就是ht t加1然後i 然後除以runhj的t 好像沒有update 等一下 ok好 這個東西我們經過一個chain rule的時候 它基本上它應該是summation k 的ak 那因為ak 如果k不等於i的時候 這一項會是0 所以 基本上你會得到就是一個runh i t加1 然後runh i t加1 然後runh i t加1 然後runh i 然後runh i 然後runh i t加1 t加1 那在這一項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講說 這一項基本上它就是 它就出來它是一個wij 然後這個就 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h i t加1 所以 這個東西算出來的時候 它會是變成就是一件 碳圈海老八的平方 那這個平方 我們知道碳圈 h a i t加1 基本上就是h t加1 有沒有 所以 這個東西碳圈海老八的a t加1 基本上就是h t加1 基本上就是 它的定義 所以我們算出來會是一個 Diagonal 就是w這樣 那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帶進去以後 經過transpose以後 你會得到就是說 就會得到 把這個東西 它會就是w的transpose 因為transpose要 調方位置 wtranspose 加上 w乘以一個Diagonal 就是這個Diagonal的一個matrix 最後是loss function 對下一層 H t加1的一個gradient 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我推導出來的字 然後跟 跟 跟書上不一樣 那 書上寫的時候 它是把這個東西 loss function 對H t加1 放在中間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是錯的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N by E的dimension 這個基本上是不應該放在中間的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 但是 OK 另外 就是 然後這邊可以看 它的natrix展開 就會長成是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這個部分已經有 再把這個部分加回來的話 我們就有得到 這個是另外一個證明 這個不用看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四字的另外一種證明方法 因為我以為我錯了 所以我重新再證明一次 所以 我們就有了這個 針對 就是loss function 針對hidden unity 的時候 我就有了 W transpose Diagonal的這個matrix 針對下一層的一個 loss function 針對下一層的gradient 再加上 v transpose它的output 產生的一個loss v transpose output產生的loss 基本上它定義就是這樣 所以到這邊為止的時候 我們已經 基本上 我們已經知道 loss function 對hidden unity 是什麼 我們已經可以算了 然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 把這個四字就是 證明出來 ok ok 這個再證明就是說 要證明這個四字 基本上我們證明就是 partial l over partial w的時間t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 element的ij的element把它給抓出來看一看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在用chain rule去把它帶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partial l 用ai ait 帶進去 再把hit 也把它帶進去的時候 我們會有三項的東西 這一項實際上就是我們剛剛的loss function 對hidden unit的一個gradient 這一項跟這一項是什麼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wij基本上就是link hj t-1到ait 所以 ait它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wij對這個東西做 片尾分以後 我們事實上就得到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hidden unit j的t-1 因為就是wij做片尾分 所以這一項會得到一個hj的t-1 那這一項是hi 是碳j hyperbolic ai 所以 它基本上它片尾分就是 1-碳j hyperbolic ai t的一個平方 所以這邊就得到就是一個平方 那這邊 前面這一項得出來就是前面這一項東西 這個東西保留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1-碳j hyperbolic ai 平方就是1-hit的一個平方 因為為什麼 碳j hyperbolic ai 就是hit 所以 我們就基本上 我們就有這三個式子 那我把它排一下變成是這樣 所以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在這個gradient的matrix裡面 第i個rho 第j個atman 就是1-hit的平方 然後run partial-l partial-hit 跟hj p-1 那這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正式ij 我們可以把它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 麻煩就把它寫成 就把它展成是一個matrix 它基本上長的就是一個這樣 這個就是i跟j 就是長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rho 就是rho1的時候 它rho1都是有一個1-h1t的平方 1-h1t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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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o2的時候是1-h2t的平方 rho1的時候是1-h1t的平方 那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拉出來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diagonal的一個matrix 乘以後面的一個東西 那大家可以去乘名看 就是你可以看出來就是 就是你去用rho去相乘脆 你是1-h1t的平方 最後的乘出來就展開 就會像剛剛那樣 第一個rho都是1-h1t的平方 第二個rho都是1-h2t的平方 所以diagonal1-h2t的平方 所以diagonal1-h2t的平方 有了 然後再來看看 後面這一項是什麼東西 那這一項呢 就是第i的element 第ij的element 就是loss方便對hi 然後加上hjt-1 那其實 我們去把這個東西做展開的時候 你就看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 n-by-1的lector 乘以一個100n的一個vector 它基本上它就是長的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loss function 對ht的一個gradient 再乘以ht-1的一個transpose 所以 我們就有了 就是loss function對wt 就是一個diagonal的這個matrix 乘以over這個loss function對hidden unit t 然後再加上ht-1的一個transpose 我們就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整個這個gradient 是要把整個時間點t給上起來 所以 我們就已經證明完畢 每天到同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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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式子 已經就是 證明完畢了 OK好 總共的方法 我們就應該可以得到 所有 別的東西 那 所有的數學 基本上就是已經證明完畢了 再來 OK好 還有等一下 還有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先到這邊先去休息一下好了 好不好 不行 不行 對 不行 休息一下 不行 我都在四個小時 你覺得你不到一個小時就要休息 還不到一個小時 應該有了吧 一個小時多一點點 你後面還有幾夜 後面還有多少 休息五分鐘 休息一下好了 好 OK 等一下講說那個RM的那個gradient 在你尋的 欸 都沒有人有問題 有啊 你都一直在問問題啊 我錯了 我錯了 跑來跑去的 好 大家休息一下